设法界一真壮严 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所以同一个体 那无论是动物 植物 矿物 乃至虚空法界一体 这一体多亲密 大臣讲人论的关系的时候 讲到真的究竟圆满 自信之外无忧也无 一切万物 共同叶法人 这是叶克斯心 既然一体了 还有什么分别 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这个爱才是名副其实的不爱 亲爱 亲爱 亲爱讲到什么程度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对亲爱讲到这种地步 啊 畜生有熊有齿 熊是父 齿是母 画草树木也有熊齿 爱心变法界 啊 众生的余露 虽然故故不同 竟如大臣 都达到究竟圆满 啊 虽然究竟圆满 同时也能保持着 各个存在 就像花园一样 这个大花园 各种品种都有 是一个花园 一个花园也不 啊 去除某一个品种 它一切品种在一起的 全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 怎么变的 重新向上 这种关系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要肯定 要把它落实 啊 这一真正落实 你的大菩提心出现了 啊 大菩提心的体 真诚就是自信 啊 真者不是希望 快要使用 成哲 不虚 啊 清静 平等 自修由 大慈大悲 他所用 对待自己 是情境平等 对待别人 是一片慈悲 就是圆满的爱心 谁爱众生 谁爱万物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做到究竟圆满了